Hello大家好,我是鱼 三年前有跟大家分享過Win10內建的相片軟體 它可以對相片或圖片做一些修改 那我現在用Win11也一段時間了 我發現Win11內建的這個相片軟體又更加強大了 而且有一些功能真的是超級方便的 那今天就來跟大家分享 到底在Win11裡面 這個相片軟體它能夠做哪些處理 然後有什麼是我覺得很棒的功能吧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囉 首先我這裡準備了一個資料夾的照片 然後我們把它點開來 這個就是Win11內建的相片軟體了 那我先來介紹它的第一個功能 這個功能也是只有在Win11上面才有的 就是你可以看到下面這裡呢 它會把這個資料夾裡面的照片 全部都列在下面這個地方 你可以非常快速的就切換過去你想要看的照片 這是它非常方便的一個功能 但其實最方便的並不是這個 我們常常會拍一些照片 它可能是比較接近的 例如這三張 但是我可能只想要留下我覺得最好的一張 這個時候呢 我們有幾種做法 第一種就是我去切換 然後這樣子切換的時候 去看哪一張是自己比較喜歡的 那第二種可能就是在這邊 再把它打開第二張 然後再去打開第三張 之後把它一個一個排好 然後同時去看 那在Win11裡面就不用那麼麻煩了 你可以直接把旁邊你想要對別的照片 滑鼠移過去的時候 這裡會有一個框框 你把它點下去 它就會直接列在旁邊了 然後第三個呢 你再把它打勾 它一樣可以列在旁邊 所以你想要列幾張 你就把它擺在一起這樣子 那當我們看完之後啊 譬如說這三張好了 我覺得中間這張我比較不喜歡 我可以直接就從這邊把它刪除 然後它會問你是不是要刪除這個檔案 你就刪除 這樣那個檔案就直接刪掉了 你不需要再跳回去資料夾 然後找到 我剛剛看的 不要的到底是哪一張啊 然後再點進去把它刪掉 所以就可以直接從這邊去做處理 到最後就留下一張 你自己比較喜歡的 比如說這張我也不想要 我就把它刪掉 最後就會只剩下這一張了 那這個就是第一個 我覺得非常非常實用 而且方便的功能 是只有在Win11上面才有的 接著我們來講第二個功能 這個我真的是忘記Win10上面有沒有 但是至少Win11上面確定是有的 就是調整影像大小的功能 有的時候我們可能要傳一些照片到網站 然後它有限制檔案的大小 那你如果拍下來的照片超過了 你就必須要丟到修圖軟體裡面去做壓縮 然後讓它的圖片檔案可以小一點 那今天呢 我們可以直接用Win11內建的這個軟體來做 右邊上面這裡有三個點把它點開來 裡面就有一個調整影像大小 把它點下去 那在這邊呢你可以選擇你要依照像素或者是依照百分比去調整 甚至你也可以調整你要的品質 那譬如說我現在如果用80%的話 原本是2.3MB 調整過後解析度是一樣的 但是因為品質有下降 所以呢它的容量就會變小變成1.9MB 那當然我如果去調整它的解析度 那這個時候你就可以看到 它的檔案等一下輸出之後 它就會變成605KB 所以你就可以從這邊 然後去調整你要的解析度大小 你就可以把它調到剛剛好 是你要的大小的極限 那你就可以在檔案大小的限制之下 盡可能的去保留你影像的品質 所以假設我們的限制是1MB以下好了 那我就可以慢慢的去調整 看看能不能把它調到1MB 譬如說我這邊改成2300 這樣就超過了 那我就把它改成2200 這樣還是超過了 那我就改成2100 哎這樣子呢其實1014KB 就是在1MB以下了嘛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可以去點下面這個儲存 點進來之後 它會讓你另存一個檔案 你這邊可以重新命名 譬如我們叫它001 然後存檔 那這個時候呢 它就會告訴你這個檔案已經存在這個位置了 你可以直接點檢視資料夾 就會打開這個資料夾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的001 然後你可以看到它的大小 就是0.99MB 透過這個方式呢 你就可以非常快速的去調整你檔案的大小 讓它可以符合你要上傳的網站的要求 那當然之前WINS有的功能 它也是有的 而且更加強大 我們可以點左上角 這裡有一個編輯影像 把它點下去 那這一次呢 它裁切的部分 它一樣是可以直接拉這邊去做裁切 但是呢下面這裡 它其實有可以讓你去選擇比例 你這個地方有一個任意 你把它點進來之後呢 你可以去選擇你要裁切的比例 那像我們如果要放到16比9的影像裡面 我們就可以直接先踩好 然後再把它給放進去 這裡有各式各樣的比例 你就可以自己去做選擇 當你選擇好你要裁切的方式之後 只要按下完成 它就會暫時先把它踩起來 就變成這樣子 那另外呢你也可以做翻轉 這裡有90度旋轉的部分 你可以這樣做90度的旋轉 那這邊也可以做任意角度的調整 像這樣 所以如果你的照片拍歪了 也可以從這個地方去做調整 另外它也有鏡像的功能 就是水平翻轉 有時候我們拍下來的這個字啊 用自拍鏡頭它會是顛倒的 你就可以用這個水平翻轉 把它翻成正的 那它上下也可以做水平翻轉 所以呢這邊就是最基本的旋轉 然後限定小度的旋轉 還有它裁切以及它的水平翻轉 那上面這裡呢 還有一個調整把它點進來 這邊可以調的東西也是非常多 包含亮度 你可以自己去拉 然後還有曝光 對比度 強調顯示 陰影 運影 還有色彩的飽和度 然後它的色溫 它的濃淡等等的 這些呢都可以從這邊去做一些 些微的調整 甚至呢你如果到篩選器這個地方 點開來之後 右邊這裡是有一些濾鏡 可以讓你去套用的 所以呢這個也是還蠻特別的 再來就是標記了 這個標記可以讓你在上面去做畫圖的動作 你就可以用滑鼠去圈出你想要強調的東西 或者是去做一些其他的部分 那下面這個地方呢你可以去改它的顏色 這個筆把它點開來 你可以選擇你要的顏色跟你要的粗度 這就可以自己去調整 那下面這裡呢它也可以畫直線 這個是讓你拉直線用的 甚至呢你也可以拉出箭頭 拉箭頭出來 所以呢它的功能其實算是還蠻多的 那下面這裡還可以再做第二種的畫筆 然後也有所謂的螢光筆 螢光筆就是你塗過去的時候呢 那個地方就會有這種螢光的效果 但是呢它又不會蓋到後面的東西 會有一點透過去的感覺 當然也有橡皮擦啦 你就選橡皮擦的話呢 你就可以擦掉你剛剛畫的東西 像這樣子 那它一次就是插一條 也就是說我這樣畫一大條之後呢 我用橡皮擦去插 我只要一碰到它 它就是整個插掉了 所以呢這個標記的部分也是非常好用的 如果你今天想要特別指出一些地方 給人家看的話呢 你可以框起來之後 再把它另存為副本 那另存為副本就是不覆蓋原始的檔案 那如果說你是想要直接覆蓋原始檔的話 旁邊這個下箭頭點開你選儲存 它就會直接把原本的那個檔案給覆蓋掉 就不會是另外存一個檔案了 所以這邊的話就是看大家自己去選擇 如果你想要直接儲存 那這個檔案就直接被儲存下來了 它就直接變成這個樣子 原本的檔案就沒了 那也如果只是單純想要翻轉的話啦 其實這邊就有一個旋轉 你也可以直接點 但它就是只能轉90度 沒有辦法做任意角度的旋轉 所以這個是一個基本的編輯影像 在Win10裡面也有 那功能的話來講 Win11這個功能是更加強大一點點的 好啦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那我個人是覺得 它這些新功能真的是還蠻方便的 不知道你覺得如何呢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這邊啦 希望對你會有幫助 我是宇 我們下一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 呢 好 呀 來吧 就好 你